好,我們先來站票好了 現在有幾個人? 1,2,3,4 第三個一定嗎? SF5 攝影世界上一定 1,2,3,4,6,7 那我們就 Random7 好 2,3,8,6,7,7,8 非常多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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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這個主題是關於 我應該有大概半個小時的時間,然後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AI制服 然後首先說到這裡就是因為最近 就是其實好像說最近三個月真的進展太快了 所以其實除了AI制服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組織 可以是TrackGPT跟PT3 然後我稍微等一下靠了一點點 可是就是原本其實這是一個關於AI制服的演講 然後大概是一個大概三四個禮拜前成為 然後我就想要強調是說這個語證的進展得非常快 快到說三四個禮拜前 謝謝 大概四個禮拜前準備的演講 都會就是看起來真的有點過時 所以就是這個領域多快 好 那我先從 對 我就先從AI制圖講 然後其實我真的覺得會影響就是所有人生活的 其實是TrackGPT的技術 然後這次我會覺得它會是下次公演革命的原因 可是今天這個AI制圖只是中間的一個很小很小很小的一塊 那可是總體來講 我覺得就是這整個領域會叫做AI創造的內容 就叫做AIGC AI Geary Content 其中包含AI字文字跟AI制圖 那我們就先從制圖講 就是大家可以猜一下 舉手每個人都要舉 那個左邊右邊哪一個是真的 兩個都不是 舉手啦 不是脫口秀 OK 覺得右邊是真的 舉手 右邊是哪一個 你的右邊是 這一個 這一個是真的 舉手 左邊是真的 舉手 OK 沒有舉手的 舉手 剛剛這個才是假的 那個是真的 所以我想要想到 那是說現在的AI技術已經 就是 就是 就是比真的還更真的 就是大家 大家假如不相信的話 哪一個是真的 哪一個是真的 右邊 這個 舉手 左邊 舉手 OK 大家猜對 右邊是 右邊是真的 左邊是假的 一樣 右邊舉手 左邊舉手 OK 這個acture 我其實會需要回去 check哪一個是真的 可是這就是我的重點 就是現在 你隨便看都已經很難看出 然後你認真看 就算我 就是我自己做這個簡報 就是 我真的有點忘記哪一個是真的 哪一個是假 OK 這個acture我記得哪一個是真的 哪一個是假的 右邊真的舉手 左邊真的舉手 OK 這個才是真的 可是 我覺得 我想要講的一個點是這樣 就重點不是 你剛剛答對或答錯 重點是 你剛剛想想 知道這個答案 原因是因為 你會想知道這個答案 是不是你不太確定 你不太確定的原因 是因為這兩個真的太像 這個是 最後一個 右邊真的 還是左邊真的 右邊真的 舉手 左邊真的 舉手 左邊真的 舉手 這兩個都是假的 就是 這一個系列叫做 還在念實踐大學的台灣學生 還在念實踐大學設計系的台灣學生 我覺得這超猛的 好猛 對 好 所以 我覺得這個領域 我覺得最impressive的東西 是他可以做很漂亮的東西 可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東西 是他可以做出很真的東西 然後他的很真是在 各種 我是不是應該要重新來 對不起 對不起 recap 前面給剛剛進來的人 就是 我們在講 那個就是 就是圖哪些真哪些這樣 然後現在左邊右邊 就已經很難 就是分別了 所以這些都是 像最後的這張是這樣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技術 我覺得最 其實可怕的地方 是他可以做很漂亮的東西 然後 可是 他可以做很真的東西 然後你假的仔細想的話 我們生活中 各式各樣的東西 不是文字 就是圖片 所以我們會被那個生成的內容 其實影響非常大 因為不是只是設計師會被影響而已 就是你各式各樣都會被影響 然後我等一下會再強調這一個 像這上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你可以生成一個 像是CCTV的 footage 然後一樣都是全部都是兩個 左右下兩個都是生成的 然後你也可以生成很漂亮的東西 像是 左邊這是某一種 我忘記這是什麼故事的童話書用指標的 然後右邊也是 右邊是一個我自己覺得我滿喜歡的 是一個在跳浮浪文歌的一樣是指標 然後現在的技術可怕的地方啊 是說就是它真的簡單到爆炸 所以有多簡單等一下你也會 就是電話 然後就是會叫大家上手 可是就簡單到爆炸是說啊 現在右邊這張圖 你actually就只要key這一行字 就會產生了 所以這行字是叫做 Pepper artwork 就是有點像是說 紫紫雕的書 這樣子 然後Famingo dancer 然後漂亮這樣子 那你就會稱成右邊 所以它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右邊的東西會直接生成左邊的東西 然後它真的可怕的地方啊 是它真的 就需要10秒鐘的時間 然後它的成本大概是0.1塊錢 所以每次生一張圖就0.1塊錢 每次生一張圖就0.1塊錢 然後這是已經發生的東西 就是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前陣子就是那個 就是AI生成的作品 以及引過人類的作品 然後還有就是AI生成的漫畫 就是前陣子又獲得紐約法院的著作權認證 然後可是過一陣子法院又有法徹選 我想想到的是說現在這個領域真的是亂七八糟的狀態 就是大家還不知道說它到底是有權利或沒有權利 然後它的狀態我們要怎麼樣跟它相處 所以是一個非常非常混亂的狀態 然後我沒有想要說服大家說這個一定是道德上OK或Legal上OK 我覺得我今天目的是要告訴大家就是它可能性是什麼 然後它現在有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就是大家對這些東西的答案可能要自己就會去諸索 可是問題是我今天給它來的 那以AI生成的來講的話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disruption是出現在stable diffusion 所以整個生成的技術其實在2021年就有一家公司叫做OpenAI 就推出一個叫做打力的東西 可是他們推出之後一直覺得這個技術太可怕了 就是我們不應該要讓大家用 所以它一直是申請制的 然後很少人可以申請通過 然後所以過了就是一年之後 就是有一家公司叫做Stable Diffusion 它就用同樣的類似的技術同心做了一個 然後它做了這個它就是用開源的方法釋出 所以我講開源我知道大家會覺得有點正因 因為就是它的開源license 是不是真的開源license大家可以check 可是它做了一件事情我覺得是很crazy的 所以它把這個東西的程式 釋出之後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環境跑 然後這個是我覺得真的很crazy的東西 就是我等一下會再深入講說 為什麼這件事情很重要 然後他們就 他們當初做的那件事情 他們花1800萬台幣 然後做了之後 因為他們真的有太多success了 所以他們做完那個之後 他們就獲得30億的投資 就是在這幾個月而已 然後所以大家可以想像說 他們當初送1800萬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假如拿到150倍的資金的話 他們接下來會拿這些錢做什麼 就是文字生理上這件事情 真的很近很近很近會發生 然後所以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啊 會是這個 就是我們過去跟現在其實在設計上有一個很大的 我會說問題 像比如說我自己不是設計師 所以對我來講這是一個問題 或是說假如需要一張圖的話啊 我當然可以在Google image上面找 然後可是那張圖 往往不會是exactly我一樣 可是我要創造一張圖 其實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情境 就在現在你會需要找一個設計師 然後設計師會需要至少四年的經驗 他會需要大概花三天的時間回你 然後這已經算很快了 然後他大概會有三種風格可以讓你 他就是因為一個風格的養成需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他大概三種風格可能多一點五種風格 以及他大概會charge你千塊 所以這已經是很顯漢的那個版本 千塊太誇張了 對對 只會殺龍 可是那個 那個 我說假設啦 就做一個benchmark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說 現在任何人啊 就是你只要零年的經驗 你只要十秒鐘 你就可以有上千上萬個風格 你可以create從來沒有出現過的風格 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只要花零年一塊錢 所以這在每一個層面都是超過十倍的improvement 然後這個improvement真的會蠻瘋的 我接下來解釋一下 就是在這個東西出現之前 我們本來就有一個需求 就是我們本來就有一種被看到的需求 就是大家都拍了一下蘋果日報裡面 有那種私意圖說 這個人要去ATM幹嘛之類的 就是他就是要配照圖 因為你就是比較可以置物在這個新聞裡面 所以大家這已經有了 這跟AI自圖是沒有關係的 大家發給了嗎 OK 然後也有就是漂亮的需求 就是你喜歡的東西看起來很漂亮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是真實的東西 就是現在有些出版品 就是他想要把出版品變成電視 然後所以這個是他們現在現況 這不是假 這是現況 這個出版品 他的這個圖片的樣子 我覺得審美是蠻主觀的 可是就對我來講 這就沒有那麼吸引的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蠻酷的是說 我不知道大家前陣子有沒有交一個新聞 就是很多那種網美啊 他們會一起就集結一個班 然後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然後拍攝一些素材照 這樣子他們PO在他們IG上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就是 噢就是我們就是過著一種Lifestand 然後他就可以比較 就比較popular 所以這叫做天王手訓練班 然後他們就會一起去一些地方 然後做完全一樣的東西 然後所以這種就是 剛剛講的這幾個需求啊 我覺得都是就是很 很需要就是某一種圖片的 然後所以接下來我會講 然後這是那個 折衡檢報會做最爛的一張圖片 不過highlight是這樣 highlight是說啊 有幾個職位會直接受到 就是AI生徒的影響 就是超級直接的 就是右上會是超級直接 這些包含設計師 藝術家漫畫家 行銷企劃動畫師 中間有一個區塊 是supposedly 他原本不會應該受到這個影響 可是他感覺其實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是第二層 這些包含婚紗廣報劇 然後第三層有 照來講完全不應該受到影響 可是其實特朗底也會受到影響 第三層 叫做網美啊 眉龍眉角跟建築室 那我今天呢 最主要的目的啊 就是讓大家可以稍微想像一下 就是他到底就會造成多大的影響 就是影響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用遊戲那個 就是 等一下我按錯個東西 然後就 我來說一下 就是他是用 他是用AI製圖的那個 他是用AI製圖的那個素材來生成一個遊戲 所以這環可以想像的嗎 就是你需要很多素材 然後現在他可以生很多素材 然後 然後 我先那個 是不是把我的檢包關掉 再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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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了 OK 好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想像 另外一個 是說 就是 我覺得他還是說 任何的 是什麼狀況 我這邊想像講的 highlight是說 就是 現在啊 你可以把你自己放到這個模型裡面 然後你就會在這個世界裡面 然後 這其實有點crazy 因為 你就可以合成一些 比如說你從來都沒有這部車啊 你沒有去過這些地方 你就可以混濁了這些混雜的 就是應用 任何人是因為就是 這個隊 就是真的不是只是設計而已 想像你是在做 流行的話 就是他也有很多流行的 就是你可以在 沒有做出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先用 這個程序 先去生成說 他會看起來 像是怎麼樣的視覺 然後就先在討論 以及就是 可以做出像是廣告一樣 避震的東西 再來就是 應該是我做的 我有點忘記 然後 這是我做的 然後拍攝就是 像是美食的照片 然後一樣也是美食的照片 就是這看起來就比較像是 商業拍攝 然後 一樣也是商業拍攝 會一對牛排 然後 我覺得這個可以做出 蠻酷的東西 像是他可以做出 就是 影片的場景 然後我覺得就是 真的已經到 讓我覺得還蠻震驚的程度 所以想像 右邊這個畫面 是一個 影片概念的demo 然後它是一個 類似符合模式的影片 所以它在一個 倫敦街道上 然後 就是有 很復古的感覺 然後就我們的 主角出現了 把它長這樣 所以剛剛這幾張照片 全部也都是生成 所以想像 你以前要傳遞一個 影片的概念 是一件 那種感覺是很難的事情 可是現在這些事情 是變可能的 然後 所以一樣 就是剛剛的那個主角 所以這幾個都是用同樣這個 東西做的 然後 接下來的內容 大部分都是從一個 Deletown Book來的 所以這不是我推 可是這是Deletown Book 就是說 你同樣同樣東西啊 你也可以生成劇場的設計 所以 你生成說 這個劇場的感覺 就是它會是怎麼樣 一個 Wesanderson的劇場 會是怎麼樣 然後生成這個的原因 是因為我剛剛提到 就是這個速度很快 然後快到說 你不希望這個馬力歐劇場做出來 你就先在圖片上考慮 一個溝通上很大的問題 是說 有時候我看到的東西 你看不到 可是現在我都統一 看到一個統一的畫面 另外它也可以做服裝 就是服裝設計 就是一樣也都是用 像圖片可以生成 還有各式各樣的雕刻 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冰塊啊 一些草啊 一些沙雕啊 一些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奶油 然後一些銅像啊 然後各式各樣玉啊 然後就是金像 可是我換句話是說 就是這個遠遠超出 只是視覺設計的範圍 這已經到各行各業去了 然後各行各業都可以做為 就是把這個工具做為一個加速 就是它內部發想的一個工具 我剛剛提到就是 像是美容美甲也是 就是想像 你要製造一個美甲 可是你不用畫出來 就先生成一張 然後你跟客戶講 說這是你要的圖案嗎 或是一個新的髮型 你生成出來 然後說你是不是要長建築 像是這樣子 那 對 所以大概是不同的案例 然後建築當然就是 它不能現在還不能生成藍圖 可是它現在可以生成一些建築的概念 然後所以一樣也就是 幫助大家想像 然後它也可以生成一些空間的感覺 所以我接下來要講說 這個技術有幾個面向 然後這幾個面向 為什麼會這麼重要 所以我剛剛講到這個技術 第一個面向會是說 它只要十秒鐘而已 為什麼十秒鐘這麼重要 因為當你一開始要跟你設計師溝通 然後它回你 這個loop會需要三天的時候 其實你的思緒就中斷 就是你原本在想一個東西 然後你告訴它 然後它過三天再回你 就是你完全想不出來 你告訴它 可是十秒鐘的意思是說 十秒鐘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一直思考同一件事情 就是你還在想這件事情 你馬上就看到 然後你馬上就可以做下一次 然後這十秒鐘 只會越來越快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開心的地方 是說 它的迭代的次數 就是原本你做一個專案 可能設計師給你圖 那就是那一張圖 你可能跟它改三次 它就會紅大 然後所以你最終適當圖 對不對 現在你可以一次做 一把一千一萬張圖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這個量級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另外一次叫做一千一萬種風格 就大家剛才記得 就是這個出版品嗎 就現在你可以很輕易的切換成不同的風格 然後假如你不喜歡這個風格的話 你可以切換成任何你要的其他風格 就是現在就只需要打一個關鍵字而已 以及就是你可以Access所有作家的風格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超有正義性的東西 可是簡單來講嘛 就是你可以把一個東西 用一個作家的style畫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把你的女主角切換成任何 就是存在的作家的style 就是他們來畫這個東西會怎麼樣 然後這是一個很短的list actual的list是幾千到幾萬個 你所有想過的藝術家 從范古到末內到現代的漫畫家 全部的風格現在都被建在裡面 然後你只需要一個關鍵字 你就可以切換 然後這件事情我需要說就是充滿爭議的 就是過去已經過世的藝術家他們很不受影響 可是假如你去切換一個還在活的藝術家 他的風格就是他的生命 所以你好像就可以 然後你永遠不會做得比他好 可是你可以做到一個很快做到一個很像的東西 然後這會是影響到他的生計 所以這是很有爭議的這個地方 然後所以這是我想的highlight 然後我覺得有另外一個不精確的講法 可是是我自己感覺就是在這個科技 我覺得很幫助我想的一個概念 然後是加法跟乘法的差別 所以你想像你有google image對不對 你在google image上啊 upload布丁的兩張照片 那google image原本有可能 say 一千萬張照片 現在他google image變成一千萬零二張照片 這樣大家可以get 因為你upload布丁兩張照片對不對 可是就是深層是不一樣的 你想像深層你原本有一千萬種可能 你upload布丁的相片進去啊 就有兩千萬種可能 因為你有一千萬種是有布丁 所以這不是精確的 可是我想給大家一個概念說 為什麼生成這麼可怕的原因 是因為就是你不是像google image 要你去上傳寄有 然後大家就用那個寄有 你是create一種全新的可能性 然後這個數量級是非常非常嚇人的 這一切所有可能啊 都是因為一個叫做 就是這個process就叫做promft 就叫做提示語 我還不知道中文比較好的翻訳是什麼 就是有人說是咒語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下禮拜四的活動 叫做勇唱者委員會 就是有點搞笑 可是大家其實都是在講這句話而已 然後所以你要可以把畫一個東西 你要說一講出這句話 是一件很容易入門 可是很難上手的東西 所以它既很容易又很難 我給大家一些影響 就是我們剛剛在討論說就是我們前面有個女主角 然後想要拍成劇 然後所以你可以就是直接做的一個東西 是你可以直接 直接寫說 假如我想要就是什麼樣的真的演員 就變成這個劇中的主角 他會怎麼樣 那你瞬間就會有一個劇照 然後你也可以很快在十秒內 就是趕快切另外一個劇照 所以就是那個直接引用還活著的演員的肖像 做這件事情 是有legal issue 然後是充滿真意心 現在只是示範用途 這不是好的 我需要讓大家知道說他可以做什麼 大家在討論說就是該不該做 然後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看到這幾件事情 都會是在十秒內發生的 就是你可以先說 你要一個演員來演這個東西 你可以快速切換說他演員要演什麼東西 然後你還可以快速切換說 你先換他的服裝是什麼 然後我知道這些Photoshop已經可以做到了 可是現在跟Photoshop的差別 是以前Photoshop做到 你需要找到一個角度對的0 然後你需要 你需要 合一下他的背景 然後這個process 大概兩個小時吧 現在都是十秒十秒十秒的事情 然後你也可以讓他擺不同的Pose 這個是假如你是Photoshop的話 他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然後不是只是人而已 就是場景可以 你可以做很逼真的東西 就是有一句 我很喜歡的WaysefulPose 是說假如你分不出來的話 對你有改問題 有差吧 就是這個就會是一個 層兒都沒有發生過的車禍 所以我才發現忘記頭脫 一起和他做得很恐怖 以及它的 再来至少比如说剧本开发上来 我觉得它是很快可以发展出各式各样的剧本 来个猫在TopTown里面的电视会感觉像怎么样 猫猫在感觉像这样 跟你想像的一样吗 不一样我们就可以进入讨论 因为就是这种分歧在一开始 就是这种东西会帮我们解决这种分歧 会是很好的工具 假如猫是一个守护保障的人 大家可以想像吗 就是文字很难想像 可是图搭了比较有感觉 以及猫咪角式 比如说静音岛的话 一种比较富富的感觉会是怎么样 还有猫咪就是很久以前 有种那个瀑布的影片 就是叫猫咪是在里面的主角会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最大的改变 就是以前我们其实是没有什么选择余裕的 就是图片那样就是这样 可是现在你可以编辑这个图片 然后你可以扯成图片 你有超级多自由的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困扰 是以前不会有的 就是我们现在困扰是说 你其实不知道 就是你就只有一个空位 你不知道你要选哪张图就好 以前的困扰是 你根本就没有图可以用 现在的困扰是你选择太多了 就是同样的技术 你可以任意切换这个荧幕中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同样的场景 可是中间的东西 切换不同的东西 不同的鸟啊 都是背景都是完全一样 然后同样的 不同的方式啊 然后所以用同样的东西就是 我前陣子也有一个project是在涂鸭 就是我路上照到任何东西 然后我把不喜欢的东西涂掉 比方说选举广告你把它涂掉 你就可以变成彩虹器 所以这蛮惠奇的 所以就是 不同的东西的切换 所以啊 我觉得再来让大家可以了解就是 这是什么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说 图片兵记器 想像你的文字兵记器是说 别人给你手诗 或是一封信 你不喜欢 你可以把那东西改掉 对不对 可是截至目前为止 你一直以来 我们其实都没有一个图片兵记器 就我们有photoshop 可是看完就是你要 一个东西用photoshop改 你需要一个超级超级多的时间 现在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一个图片兵记 非常害怕 你图片进来 我想要快乐一点的气氛 你之前跟设计师讲这种 我想要这个图片再更快乐一点 我觉得他会答案你 可是现在你可以自己这个图片进来 跟他讲这种很抽象说 我想要快乐一点 然后里面的人 不是那个人会笑的 每次那个氛围都会变得比较快乐 所以这个是很愧疑的地方 然后现在有不同的那个 就是这张图是不同的东西的进展 是假如看文字啊 尘世啊 影像跟 影像跟那个 影片的话 我们现在大概两点 我们现在在2022年 然后我们现在的那个 就是文字的深层呢 就是现在是红色 可是actually就是从 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前 我觉得GP3 chartGP3的出现 其实真的已经开始去录绿色了 就是他开始超越一般人的 赚写随着 至少超越我的赚写随着 所以我现在在写什么东西 我都会请GP3 帮我们 那个POOFREE 然后他有时候给我的建议 或他下的标题 都会读我好很多 另外是 程式嘛 就不说 影像的话就会是感到 就是影像的话 在部分的领域 他真的已经超越 人类可以做的东西了 在部分领域还没 可是在部分领域 他真的远远超越 可能会做的东西 然后截至今天呢 文字深层影片这件事情 还是没有发生的 可是就是我刚提到说 做这个影像 文字深层影像的公司 就是他刚获得150倍的资金 然后文 其实所谓的影片 其实就会是 60张连续的图 对不对 所以其实 做那个东西跟做土 其实是很相近的问题 我们很快很快就会是 我刚刚随便讲的东西 就会是一个小小 一两秒的短片 然后你可以把这两秒短片 组合一个更大的东西 我们离这个真的 没有很远 然后我觉得这只能是 最crazy的地方是 假如它是一个婴儿的话 它截至弄前为止 它大概就是这么大 它就是三四个月大而已 然后它三四个月大 就已经可以做到 刚刚上面的全部东西的花 你想象它变三岁的时候 可以做什么 或像比特别一样 它变十岁的时候 还可以做什么 就是真的是蛮可怕的东西 所以文字转影片的 技术不远了 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东西是 它可以从一个镜子的图片 一直往前伸一张图 然后像是空拍一样 所以这个不是 这是已经做到 就是可能好几个月前 你就可以做到 可是接下来可以做到的东西 应该是更自由的东西 是做 就是你可以真的产生一系列的东西 它不是透过外切去做 它是真的可以生成的 而这Apps 我等一下 就是我 当初在讲解报 三个礼拜前的时候 进度是这样 可是其实这三个礼拜前 又 就是又发生说 就是可以生成影片 一小段的东西 所以等一下提起来 我们再绣一下 所以这个是现在三个礼拜前 可以做到的 可是现在已经可以做到更多 然后现在已经发生的是 接下来微软 就是 其实其实好像上个礼拜发生 就是微软 Microsoft Designer里面 会有内建这样的功能可以用 然后所以我觉得 在近期的未来 我觉得我看到的东西 是大家可以用这样的工具 跟别人 其他人沟通 以及可能就沉浸在你的世界 就是你有一个你自己 create的世界 然后你还欢乐在这里面 然后这边有超级多issue 然后我不是这些issue的专家 就是那个 Isabel 可能才是 所以 我没有CAM说 就是这个一定是 道理上可以 或法律上可以 可是我想 highlight 说几个 再讨论一点 一样不是要推销一个观点 而是说 highlight 说现在有几个观点 一个是说 我讲画一个风格 这个风格是受到保护的吗 所以 我介绍的讯息是说 风格其实是没有受到 诸作权保护的 所以这样蛮scary的 就是我画一个 One Piece的东西 当然 你reference 说 这个跟One Piece很像 它可以告你上标权 或是 就是 可能我猜上标权 或 和诸作人 都在才能全力 可是你把 同样的风格 画其他的东西 现在 就我的了解是ok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很crazy 正在进行中的讨论 是叫做讲话的利用 叫做讲话的东西 然后 第三个 我觉得很crazy 是 就是做 这些model supposedly 最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 我先问你说 这个图片可不可以拿来做我用 或是 我的iPhone是ok 我再做这件事情 可是因为 前面两个 就是因为 就是我假如去学你这个东西 然后我出不出来这个东西 其实是ok的 所以 现在发生的事情是 通常这些模型 就是完全不care 就是它就是直接把所有 它可以access的image 全部都进来 然后进来train 因为这个 透过这个process出来的东西 是ok的 所以 就是这个时候 超级真心的 所以 有些人 他们还是 艺术家 还是设计师 然后他们还在 他们就会很受到 这件事情的影響 这是actually 现在正在进行这个fight 大概 可能就前几天 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 就是 就在抗议这件事情 然后 最后最后一个 我觉得值得 Galvin的argument是说 就是讲你是比较支持 就是这个seton的话 你会make argument 说well 你跟画家